欢迎收看6月20号的台式 晚间新闻 我是书凯文 晚间的最新消息来关心 一辆玉瓣混凝土车 行经彰化河美的西原路与河线路口 右后轮突然陷入路面 半颗轮胎就这样子被马路给吞了 而就在同一个位置 一年之前也发生过相同一晚 国道10号发生惊险车祸 在靠近燕巢交流道附近 一辆载运同制电缆线的连接车 疑似爆胎时控翻覆 车上铜线洒了一地 还喷飞到对象车道的三台车上 而其中一部小货车最严重 直接被命中 车体严重变形 驾驶还被卡在车内 街头出现了神秘的方块雨麻 有民众在脸书po了影片 说昨天晚间 台南市树林街和中益路口 下起了一阵大雨 但是下雨的范围 长翻只有三公尺 周围路面都是干的 内饰外干 让民众直呼太神奇 就连南区气象中心人员 一开始看的画面 都说不曾看过 不过后来真相大白 证实原来这只是乌龙一场 是楼上住户的水管破了 根本就不是什么天降怪 司法最前线先带您关心 去年10月美式连锁卖场 一名红姓女店员 因为制止许姓会员 用一张会员卡带八个人进入卖场 遭到同行的邓姓友人 吐口水入骂 还被甩了一巴掌 女店员不甘收入提告 而高雄地院审理之后 依伤害罪 判邓姓男子拘役30天 另一起判决来关心 闯入艺人江汇包地住家的嫌犯 陈金彪一审被重判7年半 去年12月艺人江汇淡水的住处 遭到歹徒陈金彪入侵 而江汇当时为了保护弟弟 还被歹徒推倒受伤 但是陈金彪落网之后 却拾口否认犯刑 士林地院一审做出了判决 认为陈金彪犯案之后 一再污止执法人员及被害人栽赃 自导自演态度恶劣 依强盗未遂罪 重判他7年6个月 不过对此陈金彪相当不服 准备再提上诉 其他焦点继续来关心 把速食店当成会议室 声音太大影响到别人 还对店员呛瞎 台中有民众拍下了画面 十多个人在速食店开会 因为太大声吵到了其他的客人 店员就上前劝阻 并告知他们要消费才能使用座位 结果其中一名男子竟然拍桌 大骂店员 甚至还呛瞎说叫经理出来 肉松竟然是用棉花做成的吗 民店控诉遭人恶意抹黑 云林北港知名饼店日新糖洗饼 最近被民众指控 洗饼中的肉松根本就咬不烂 而且还拍了实验的影片 来指控肉松是棉花做的 而业者得知之后 就在脸书发出了声明稿怒斥调言 表示这个影片严重伤害到他们的伤欲跟形象 根本是存心要毁掉他们 还说如果经法院判定属实 愿意悬赏一千万 失联了35天的登山客 李明翰总算平安救出奇迹生还 李明翰上个月独自挑战 哈伦横断却突然失联 直到6月14号才成功打电话向外求救 一直到今天才顺利被救出 虽然身体有多处骨折 但是意识相当清楚 台时新闻的独家报道来看到 欧美地区最近流行一种牙膏厌孕法 网路上还有不少的示范影片 说只要把尿液跟牙膏挤在一起 搅一搅出现淡蓝色跟泡沫就代表怀孕 不过李华老师说 这只是尿液里的酸 和牙膏中的碳酸钙起了化学作用 本来就会有的化学反应 和有没有怀孕并没有关系 妇产科医师也说 用牙膏厌孕并没有科学根据 今天的发烧话题 来看到我们的独家报道 花大钱帮爱犬拍写真 照片却被盗用成了业者的宣传照 让民众气炸了 新美市民李小姐四年前 花了一万多元 帮心爱的发斗犬拍写真 结果她却无意发现 爱犬的写真照 竟然被业者擅自挪用 当成了宣传照 李小姐气得向业者抗议 不过我们从法律的角度来看 动物在民法上 不适用肖像权不做权法的部分 拍摄者反而有使用照片的权利 因此店家使用这些照片并没有触法 不过业者也出面致歉 坦诚是作业属实 您不能不知道来关心下巴脱臼 竟然跟压力太大有关系吗 加一名21岁男子写考证的时候 打了一个哈欠 结果下巴突然脱臼了 赶紧送医 医师表示这名男子 因为准备国家考试 压力大又没有税好 才会引发孽鳄关节障碍 来看到这是小学生的超难 国文题目您会吗 有网友将新竹小四学生 最近的国文测验题目po上网 结果考倒了一票大人 题目是下列哪一个是 只能够成为事实的意思 总共有四个选项 分别是饭团 可能被老鼠吃掉了 天空乌云密布 下午可能会下雨 路上塞车了 可能无法准时到场 还有我们要掌握一切可能的机会 答案到底是哪一个呢 带您来看看 打击解放军传出空军 将添购近百枚的万箭弹 国防部在今年的 汉光演习电脑兵推中 发现了全新升级的IDF战机 搭配万箭弹 能够有效打击解放军 为战力加分 这是由中科院自行研发的万箭弹 射程最远可以达到250公里 能够在海峡中线 锁定大陆沿海机场进行破坏 不必进入到大陆境内 就可以攻击大陆沿海等地的目标物 不但可以阻绝战斗机起降 也减少空军遭到对方寂寞的风险 最新消息 台北市长柯文哲率团到意大利杜林 迎接市大运圣火 而7月初确定要前往上海参加双城论坛 在两岸关系敏感的时刻 大陆网媒评论 柯文哲对两岸交流有正确认知 是否要在两岸议题上与中央强化语权 柯皮也立刻撇清 强调把重心摆在自己的行程上 接圣火之前会好好参观杜林市区 来看台市记者陈属强李明辉的随行采访报导 台市新闻看世界继续来关心 热浪席卷美国西南部 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高温快要逼近摄氏50度了 最近有一项研究更指出 高温炎热的天气只会越来越严重 目前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人口 一年当中有20天会遇到致命的高温侵袭 而这个世纪末之前 恐怕还会增加到四分之三的人口 要面对致命的超级热浪 定居宇宙再也不是梦了 世界各地的航太专家共同组成了团队 计划用卫星在宇宙建立第一个太空国家 参考了北欧神话 命名为阿斯加迪亚 而第一颗卫星预计在9月17号发射升空 开放让世界各地的人登记成为公民 目前已经有超过21万人申请移居外太空 2017金曲国际音乐节 售票演唱会将从6月21号开始 一连举办三场 还将找来去年金曲镀金的独立乐团 张三李四 还有新人王谢正廷接力演唱 两组人马不但拿出了看家本领 甚至还有小惊喜要带给大家 门票也几乎被抢购一空 欢迎回来台视晚间新闻 台中是一名张姓消防小队长 翘班去喝酒 竟然还把替代艺男当作免费代价 首定台是晚间新闻 哥斯大利家总统李维拉日前外出跑行程 受访的时候有一只大黄蜂刚好飞进他的嘴巴 当场被他给吞下肚 而李维拉当场还幽默地表示说 自己刚吃下了高全度的蛋白质 回顾过去各国领导人跟昆虫交锋的例子 其实不少 带您一块来看看 因为上周大雨的影响 桃园石门水库热气球嘉年华 延到本周登场 民众终于顺利搭到了热气球 从空中俯瞰十门美景 新闻最后带您快来看看 也感谢您今晚的收看 我是乌凯文 祝您顺心平安 晚安 我们再会